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們一共有調查到這種蝙蝠、六種 不只是穿三角,射箱貓還是之前沒記錄的 被我們調查到,然後飛鼠 很多的防空洞或者是地堡那一類的 它就是出現之後,小拼禮服就在裡面做 這是射箱貓 鳥類有多少種呢?有73種 爬蟲類17種 兩棲類15種 台灣兩棲類種有多少種? 也不過30多種而已 是不是?一半,對不對?各式 蝶類100多種 漂亮啊,對不對? 是不是?這是它的死草 蜻蜓52種 漂亮啊 是不是? 螢火蟲4種 所以不是說問我說還沒有螢火蟲 而是這個地方還有4種螢火蟲 這是白鼻星,你看 那個鐵絲網 飛鼠 飛鼠就是跟著紅彈鼻 因為我們在紅彈鼻下面就看到很多飛鼠的便便 所以我們在那邊 守株袋鼠 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你看 好,這 這影片 穿上甲會爬樹啊各位 貓頭鷹當然也有 好 我從這邊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真的是這些物質 我們認為很焦貴的物種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離我們那麼的遠 我相信2022兵工廠有的東西這附近都有 我們這邊絕對不會比2022兵工廠條件差 是不是?好,所以呢 大家其實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多多觀察自己周邊的環境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這種景象 這張照片 我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都很感傷 這不是說這照片拍得多好 這是拍的那個人走了,齊柏林 好,那當初 當初 大家知道齊柏林以前是在工程單位 工務系統 他是做道路的 他早期他拍的是交流道之美 好,這種硬體的這種工程 那時候我跟他合作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很想就說 怎麼樣,就是說那個路線對生態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在做路線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不要對生態的影響那麼大 能夠把它減輕 所以就跟齊柏林合作 那他就拍了一個 就是把那個整個地景都拍起來 那我們去做一些選線的準備 本來我們調查完了以後就發現 這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那個工程師啊 就想要從這邊一路就這樣開過去 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這個路線為什麼選擇對生態最不友善的路線 感覺上好像是衝著他來的對不對 工程師跟你講說冤枉啊 為什麼 我不會以破壞生態環境為樂 但是我看出來的結果就是如此啊 不是嗎 那原因是什麼 所以這也是我後來我跑去 就是跟盛欣還有明謙 然後我們去國發會 那時候是鄭旭正 他在擔任那個國發會副主委的時候 我們就去談 我那時候就講 台灣是有系統無意的在破壞我們的環境 很好玩喔 有系統但是是無意的 為什麼 以這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出來 工程師選擇了最不友善的方式來做他的設計 但是他不知道 原因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出最不好的設計來 因為表面上沒有告訴你要做這樣的選擇 但是實際上面一定是怎麼做 他選條路線 他能夠經過農地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工廠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住宅區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哪裡 森林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調圍的現象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為什麼我們常常要去跟他們做溝通 原因是因為 如果不跟你做溝通 你的選擇通常都是最爛的選擇 很有趣 守護環境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去守護它 它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對環境最粗暴的 這個常常是一個很有趣 它不是那種等級上面的問題 而是 這時候你不出手 通常的選擇都是最差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 不是很奇怪 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如果說有在地的團體在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它 mark起來 告訴它這地方有 貓頭鷹在住 所以呢 你應該把它也跟 跟市圍跟工廠跟什麼 跟這些住家 不要講說一樣 但是你不能跟我說它是沒有價值的 它是有價值的 所以你還是應該要想辦法 盡量的去照顧它 這時候才有可能 不是用最差的方案來做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呢 為什麼它會支援很不錯 為什麼它會是個林子 謝謝台電 蓋了個電塔在這邊 所以以台電的電塔為原型 這塊土地是賣不掉的 是不是 大家不願意以電磁波為伍 是不是 但是貓頭鷹它不怕 它不知道 是不是 總之來講的話 就是說很多事情它是有脈絡可循的 我們常常講說環境守護它不是很盲目的 它應該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哪些地方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的守護就集中在那些地方 讓它有價值 你在這邊解說 你在這邊做環境教育 你在這邊做任何的事情 都對這個地方的守護是有意義的 讓它以後所有的人 想要動這一塊的時候就會知道 我今天來講話 我有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衝突 而這時候至少讓規劃的人 腦筋裡面有這樣的概念 他就不會做出最爛的選擇出來 而不是等到它現化出來了以後 然後才怎麼樣 才在那邊吵架 而是盡量早期協助你不要做錯事情 比起你做錯事情以後再修理你 一樣花一樣的時間一樣的力氣 但是那個結果不一樣 整個的那個過程來講也不一樣 所以在地的守護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不管是說對環境的守護 甚至包括這個協助工程師不要被罵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跟社大 你沒有跟我們這些夥伴在談這些事情 我們就沒有辦法把我們擔憂的事情跟你說 那你做完設計了以後呢 然後我再來罵你 這其實感覺上好像大家都輸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慢慢我們藉由這個守護 讓這個地方的公務人員習慣 在這個地方動任何的事情都來跟我們談 都來跟我們商量 那這時候我會告訴他 你可能只想到一個好處 但是他可能有五六個壞處 你都沒有顧 這五六個壞處 一個人稱讚你 我五六個人在罵你 你何苦來摘 所以你應該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除了要得到那個好處以外 你應該也要避免這種壞處的產生 這時候對他也好 對我們也好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在地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一樣的道路 它的物理性的變化 移動的障礙 其力的損失 排水系統 它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問題 我們就要一項一項的來跟他講 然後一項一項很仔細的去告訴他 你一下去可能造成的損害 可能會是怎麼樣 藉由這樣的互動 我們希望是能夠達到雙贏的一個這樣的效果 那更何況我們就盡量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於環境來講的話 影響是降到最低 好 我們看到很多的工程就是這樣子 這條路 這個後來發現 因為環境很不錯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在走 很多人在假日的時候 甚至來講的話 可能都會塞車 人的塞車 所以工部門為了展現我的誠意 我要把它拖寬 是不是 然後我拖寬 就變這樣子 是不是 變成這樣子 請問一下 這樣子我舒服還是這樣子我比較舒服 是不是 對 我要來這邊是享受它 結果你為了要讓我走得舒服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 然後人變少了以後 工部門就開始思考 變少了 所以是不是交通有點不太方便 所以我應該把它變成這樣 是嗎 所以有很多事情來講 我們都看到 有很多事情是本末導致 但是我們的很多的這種 建設來講的話 很多想的事情就是這麼的 要怎麼講呢 就是實在太單一了 就是你處理一件事情 但是你又忘記 為什麼要處理它的本意 有時候反而消失了 這就是我們常常看到 很多的這種文子館等等之類的消失 那不只是道路 還有很多的人工構造物 它其實來講的話 你看 很多都做很多紙幣的這樣子的設計 很多物種掉進去 它其實都出不來 不管是淹死的曬死的 所以我以前 我在科普安做調查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常常做氧氣爬蟲的調查 那兩氣爬蟲 很多特別是像烏龜 很多就是它的那個爬的能力比較差 所以我很喜歡沿著那個排水溝走 因為排水溝就是最好的調查點 物種掉下去都爬不出來 所以我就常常沿著排水溝在那邊走 然後那個調查 那我一下在那邊 我去到奧萬大的時候 那個路上 有一個很 那排水溝到最後會收成一個排水井 一個很深 然後像一個池子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把水給排掉 然後有一個排水井很大 然後我一去看 哇 裡面有六條蛇 在那裡面 然後我就把那六條蛇做那個標記 我就想說 這個到底這個會怎麼樣 然後隔了半年去看它 六條變七條 蛇為什麼不會死 對 因為蛇在裡面坐牢 青蛙也在裡面坐牢 所以那青蛙也不會 對 就在那邊 就是這樣 我這邊 那其實旁邊只要有一個樹枝或什麼樣 只要那邊他們就全部都出得來 我的意思是說有很多事情 它其實要為了他們做的事情 真的不難 只要給他們一點點 我一直很強調這一點 但是真的是我們台灣 真的一點點都不給人家 這真的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看 那個 這是一個沉沙池 結果裡面就撈到穿三甲 一樣兩隻 出不來 對不對 掉進去 你看那個樣子怎麼不好爬 對不對 那像這個是脊髓井 你看青蛙爬迪羅漢 是不是 也是一樣 那你知道有一面 做成斜面它就都出來了 是不是 我當然不是說用這個東西來解決問題 但是有些問題發生以後 你要去處理它也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 所以大家有時候去看既有的步道 你就可以去看 有沒有一些物種就困在裡面 是不是 稍微做一點調整 他們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好處 這個脊髓井有沒有 這邊一隻 這邊一隻 穿三甲 所以後來同事把它救起來 有沒有 是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同事後來回來跟我講說 救了穿三甲 我就覺得 我那天心情又不是很好 因為我還沒有摸過穿三甲 你看 烏龜你要叫它怎麼出來 是不是 對不對 這是國外 你看 一面斜面它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做很多 後來很多的工程師就做了 我們就做很多的斜面的設計 結果呢 斜面設計 做錯地方 烏龜往這邊走 被車子撞到 有的 你看 說這個叫動物通道 我就是覺得這個到底是找誰的麻煩 我也不太清楚 好 你看各式各樣的 所以你看小小的一個排水溝 你都有可能造成很多的這種傷亡或者是損害 對不對 好 你看這個排水也是一樣 那很多物種就曬乾 因為水有沒有 對不對 出不來 那很多物種就 這是我們看到很多的農地 是不是 你看這裡面物種要怎麼出來 這個種有機 那種有機以後 然後就說 有機就是對生態是友善的 是嗎 未必 對不對 像這個來講 有機只是你不用農藥不用化肥而已 對不對 物種未必是友善 所以後來 有些單位他們做有機以後 他們就認為他們對環境是友善的 所以找我們去做調查 結果我後來發現有很多的有機田 他們那個環境的物種狀況 比那個慣性的還糟糕 因為有些 你看像這個 物種怎麼過去嘛 對不對 除非會飛 那你看 100公尺水溝 曬石之蛇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不是只有道路 還有它旁邊的附屬的設施 包括它排水溝等等之類的 像這也是一樣 這就是那種 調查就是發現很多的那個青蛙肝 蛇肝 因為它這個地方排水不良 所以下雨的時候會積水 所以就會讓很多的物種 誤以為這是好地方 是不是 它以為這個是有水 長年有水 但事實上不是 它是下雨的時候在那邊會積水 所以隔了那一陣子 那水就會乾掉 但是物種就跑過來 那車子一開過去 這地方就遍地的這個青蛙的屍體 那很多國外就很重視這些事情 有很多小的設計 這邊我就不太多說了 這是很多的這種 讓動物可以出來的一些 這個工法或者一些技術 這也是一樣 排水溝做的這個樣子 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一樣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這是負面的案例 那很多就說 我為了那個動物好 我就給它做一個那個樓梯給它用 那時候看到我就覺得 那真的很傷腦筋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那種 就是自以為是 很多東西就是 要以物種的角度裡面去考量它要的東西 不是說我做給它 那它不領情 然後你還怪它 這也是很奇怪 那這是有一些這種 就是說看起來有一點好笑的動物通道 就是我以為我是為你好 但是未必好 比如說像這個排水溝 看起來很友善對不對 物種可以從這邊上來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的物種它其實 它就沿著那個牆壁走 特別是像老鼠那一類的 是不是 它不會過去 它就沿著這邊 就一路跑過去 沿邊走的個性 所以你要按照它的習性來做 像這也是一樣 它跟我講說平均坡度45度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很多東西不是看平均 有一個地方來講過不去就過不去 是不是 那像之前常常有一個例子是 他們說這地方會造成阻隔 所以請我去做魚梯 我後來我跟他講說我不要做 那他們問我說為什麼我不做魚梯 我說很簡單 這個霸要做魚梯 那下面有沒有霸 他說有 那上面有沒有霸 有 那下面霸有做魚梯嗎 沒有 上面霸有沒有做魚梯 沒有 我中間做這一段要給誰走 就好像做無障礙空間 你剛剛跟我講說做二樓到三樓 一樓到二樓不是我這間工程 是不是 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東西 我這個地方我做魚梯 我做什麼東西 但事實上來講的話 那都是很敷衍的 就跟我們不要講說我們對於物種很敷衍 我們對人都很敷衍 是不是 我們做很多無障礙空間 你看要通到哪裡去 是不是 那我們做很多的天橋跟地下道 到最後來講的話 使用者很多都是 對不對 那個無家可貴的人等等之類的 那不是說不可以用 這不是我們原先所設定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處理一個事情 我們就做另外一個事情來去解決它 但是我們又衍生了別的問題 每次我們都把很多資源 這樣子不斷的浪費很可惜 這是日本他們小學生 他們就是那個排水溝 他們就用那個棕櫚有沒有 他們就把它綁起來 然後就做成這樣子 然後就從那個水溝這樣子垂下去 那青蛙 那一些物種 就可以順著那個溝壁這樣把它爬出來 這就很適合怎麼樣 色大 如果有看到有些地方 那個物種掉下去爬不出來 那就可以做這樣的使用 那這邊我只是帶到那個就是 之前跟千里步道裡面 我們來談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手作步道 在這個很慢的過程裡面 你才能夠掌握最細緻的資源 然後才能抓到最根本的這種條件 然後很細緻的去考量周邊的物種跟地景 包括它的人文 然後做出一個可以融入地景 對環境影響最小的一個步道 在這步道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欣賞到或觀察到 我們更有機會欣賞到觀察到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而不是做完步道完了以後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從此以後離我們而去 這是一個非常最核心的一個關鍵 我想接下來明天應該也會再跟大家說 所以走到那個地方 然後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告訴要做的人 然後怎麼樣去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 然後碰到問題 我們就先迴避它 不要影響到它 再下來我們就盡量去縮小 我們的那個影響的範圍 再下來去做一些減輕的措施 比如像剛才講到 那物種掉下去不要跑不出來 最後如果有需要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補償 針對它的需求 我們可以為它做一點事情 觀察到了 發現它有所不足 那我可以幫助它 那這樣的話有時候反而做完了以後 對環境來講的話 搞不好不但不會有影響 可能還可以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效益 那這有一些操作的一些原則 包括一些植物的遺址等等之類的 這我就時間關係 接下來應該也會說這些事情 那比如說過水路的時候 你在使用這些食材 你就不能從已經在濕的地方裡面去取 因為任何石頭上面都有很多的生物在使用它 所以大家在那河川走到西建的時候 你們要看很多的生物 他們就把石頭拿起來翻到後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浮游 很多的食餐額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像有一些很細節的一個關鍵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絕對不要讓這條步道變成外來種 進出或者是從這邊進去 不只是我要不要用外來種 有時候因為我在一個地方 你把環境打開掉 所以很多外來種它就比較容易進去 進去以後就好像是一個叫做那種 像一個傷口一樣 它有時候它就會潰爛 然後它就會影響到更多的物種 好像這部分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 那最直接的就是浮浮一定要小 越小你的影響就越大 如果說傷口開刀有傷口 是不可免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你也要想辦法把那個傷口越小越好 就我們講的微創手術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還有我們要注意到就是說 很多的路它有衍生影響 有時候會帶動別的一種使用的方式 好 舉個例子 這是在那個叫做五屆 在南投五屆 那時候我在做魚類的調查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怎麼有一陣子 那個魚的狀況都不是很好 那我就很納悶 然後結果後來就聽到上游 就是有那轟隆隆隆隆的聲音 然後我就嚇一跳以為山洪爆發 然後趕快帶著學弟妹就往岸邊衝 就衝完以後就看到那個一路下來 這種四輪傳動的車子 至少十幾台啊 就這樣呼嘯的過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看著它 然後他們也看著我們 然後他們問我們在做什麼 我說我們在做調查 但是我們的魚都被你嚇走 是不是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們要做什麼 他說他要到下游的佐水系的主流 有個地方很漂亮叫石城谷 但是他絕對不能開車去 因為那個地方是 就是說車子很容易陷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那地方很危險喔 你們不要去 結果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買這種車就是要去那種地方啊 是不是 不是要不然他買這種車幹嘛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看著他們就下去 那我們就啊 也不用調查了 我就東西收一收就往岸上走 那一往岸上走就開始下雨 那一面下雨就聽到 後面那個學弟妹在那邊低估啊 就說又不開車下來對不對 要不拿那麼東西 然後一路走 反正一路走一面罵 那我也沒責 結果一上去以後 走很辛苦上去 然後就看新聞 新聞就播到 山區突然下大雨 然後呢五屆地區有十到十多台的車子 被困在石城谷那邊租不來 然後一個怪獸一隻怪獸一隻一隻 把他們拉上來 就那個就問啊 訪問嘛對不對 好死不死 就問到那個跟我講說 他們就是要開車下去的那個人 然後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下來幹嘛 啊 不要 不要說了 就是要躲鏡頭 台灣的那種環境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做很多東西要很堅固 對不對 耐用 但是在台灣的地質的狀況 耐用這件事情就不應該發生 好 有一篇文獻講全世界的河川 好 都穩定的程度 然後他把全世界的河川 分成四個等級 我那時候最穩定 他舉了一個美國的河川 然後不穩定 舉了一個歐洲的河川 然後不穩定 他舉了一個非洲的河川 極度不穩定 他舉台灣佐水溪 對他而言 在台灣的佐水溪這樣的環境裡面來講的話 所有的這種 就是說 那種叫做 他的建議是 所有的工程都要有那種隨時壞掉的準備 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方法是調適 就是萬一被摧毀了 我們可以很快的復原 而我們不要去想說 這個東西不會壞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就像剛才講到 我們颱風多地震都有突出 我們有太多的風險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他不應該是以他不會壞不會變 去做一個很大的建設 而是我們應該要用更多管理的手段來取代新的工程 而這種管理的手段 最好是靠著大家的幫忙來去做這件事情 你看公部門做一個什麼 隨便一個工程幾千萬上億 這東西如果說是變成是社區 用來維護環境 你看我們可以用多久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很多的公部門就說 我們現在應該要用硬體思維慢慢轉為軟體思維 用很多的興建工程慢慢改成用管理的手段 那開發中國家跟已開發國家差在什麼地方 已開發國家意思就是說 該做都做完了 是不是 所以他們的養護經費是很高的 那台灣呢 既然我們已經號稱我們是已開發國家之列 我們用錢的方式應該也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步道不應該是像以前的方式 就是那種大建設 那種快速的思考 而是慢慢要更融合這個地方的生態 融合這邊的文化 融合更多的人去守護它 而不是做完一個步道或做一個工程做完了以後 然後每個人都變成旁觀者 然後每個人經過都可以隨便罵他個兩句 路面也壞掉了 那個柏油也沒有這個也裂掉了 那你永遠都有很多東西在罵 那工程是有很辛苦的 一直聽著很多的名代等等之類的 很多事情都做不完 那就變成是很多的錢就這樣子不斷的浪費 但是很可惜的 所以最後我只是想講的就是說 台灣有非常多珍貴的資源 但是我們真的很不珍惜它 我們稍微留意一下 它其實它可以帶給我們非常多的好處 跟我們很多的享受 這個絕對不是這種好像遙不可期 因為我們台灣的物種真的很好照顧 比我們想像中的容易得多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謝謝